請各位做練習 跟剛才差不多不過剛才是所謂的串聯現在改成所謂的病聯 然後請問你 2歐姆的電位差 請你有人就直接寫22了 他告訴我電池22他就說2歐姆22錯 這2歐姆22的電位差是給了2歐姆 又給了旁邊4歐姆跟6歐姆的病聯 所以他們全部加起來22伏特 不是2歐姆22伏特 好第一個是2歐姆的電位差還有每一個的電流 每一個的電流 我們在前面因為沒有交電阻 我們就會假設燈泡一樣 那病人時候兩個電流就一樣 那這裡當然不是一個6歐姆一個4歐姆 電流就不一樣 第一個小題 比2歐姆的電位差多少 那有一個方法就是 找出2歐姆的電流 找出2歐姆的電阻 去算2歐姆的電位差 或者 要用比的方法做 但是無論如何 你都需要一件事情 你會需要知道6歐姆跟4歐姆並聯之後 電阻是多少 你才有辦法去算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OK 停車戰界問 請你們不要製造聲音 請問你這多少 先找帥哥好了 先找帥哥 你們班有32號嗎 有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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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例 多少 你說什麼 10 你說10喔 很好 我也不想 有沒有沒有答案 請坐 再說一次 解題方法很多種 看你有什麼思路 那我教你現在單止叫一種思路 要算2歐姆的電壓就要算2歐姆的電阻跟2歐姆的電流 2歐姆的電流就是總電流 可是要求總電流就要需要總電壓跟總電阻 那總電壓有了22伏特 可是要有個總電阻不曉得 那我們有一個6歐姆跟4歐姆並聯 並聯彎再去跟2歐姆串聯 所以我們就要分開算 先去算一下6歐姆跟4歐姆的並聯電阻 導數相加的導數 然後把它翻過來 我們就是2.4歐姆 然後這個2.4歐姆再去跟2歐姆的去 串聯 串聯的時候就要加起來 所以就4.4歐姆 我就算出來總電阻4.4歐姆 我有了總電阻 我有了 總電壓我就可以求 總電流 還代等於V等於IR R等於I分之V 我們去求出來 R等於I分之V 我會算出來我的電流是5A 叫總電流5A 也就是通過2歐姆的是5A 那有了 電流有了電阻就可以求電壓 才是帶回去V等於IR 公式都長一樣 V等於IR R等於I分之V 但謹記 算什麼帶什麼 要求2歐姆就帶2歐姆 要求6歐姆就帶6歐姆 不要亂帶一通 然後把它放進去 我的 R等於I分之V 電阻就是2歐姆 電流剛才講過了 是5A 電壓我不知道 所以我算出來叫做10伏特 所以第一個小題 我們答案叫做10伏特 好了現在在過程中 我已經算出來了總電流 然後呢 題目也有總電壓 那麼接下來要去求每個的電流的時候 就可以方便求了 第一個答案已經 剛才已經算出來過了 第一個答案已經算出來過了 我才得到我的果要的東西 然後後面兩個6歐姆跟4歐姆 一樣可以繼續帶公式 或者 就用數學的比例的方法求也可以 那等一下再說 第一個2歐姆的電流 我剛才講過這剛才已經算出來過了 這剛才過程中已經算出來過了 貴班的8號在嗎 8號不在 8號繼續 不在中 3號 也不在 3號誰啊 李公掌 齊君是 幾例 剛才的過程中已經求出來過了 忘了 忘了 我剛說過程中已經求出來過了請坐 剛才已經求出來過是5安培了 剛才已經在這裡已經算出來過了 求出總電阻 再帶總電壓 去求總電流 剛才已經帶出來過了 一定要是5安培啊 5安培啊 啊 5安培 是 噊 我 唯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